今天很多人下午沒有來 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曾蔭權三步谷 是吧 循序漸進 我們有很多訴求 這些訴求是有邏輯有道理 循序漸進的 首先我們叫他下台 下台 他下台一條混蛋走兩隻出來 就是混蛋了是吧 就是混蛋 餓狗搶屎地躺在這裏 就是食屎了是吧 是 所有假單三步谷下台 扑街食屎 下台 食屎 下台 吃屎 扑街 食屎 下台 扑街 食屎 人民的力量最大 是 以後走到哪裏 我們連續喊三次聲音拳 大家都懂得回答我們這句三步谷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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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叫做 所不住的抗爭 手連手 心連心 我們的抗爭運動 雖然今天告別了這個立法會 但是仍然要繼續 因為民主 就仍然未得到彰顯 所以 我們今天 就預備了一系列的節目 都是和抗爭有關的 我們八點後中會有這個儀式 如果現在聽香港人網 或者聽新聞知道的朋友 可以趕來立法會 我們等你 九點前才進行這個儀式 我們預備了五百個手球 我看得分分鐘不夠 我們還有一索帶 還有一索帶 因為我們那一晚 在金鐘道 人民力量 一百三十八個人 就讓他下抗爭 和索帶 OK 我們今天呢 我們又用抗爭 和索帶 大家連著 圍著這個立法會 一個圈 就是說 鎖不住的抗爭 你鎖到我的手有什麼用呢 第二天早上 我都瘋瘋言言回來了 那天我們一百三十八個人 在警署 告訴那些警察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擔保的 一日就四十八小時 一日就告我 一日就放人 結果他就選擇放人 是不是 好 跟著 這個曾偉紅 有一個恐嚇我們 他說我拘二千人 我要開七間警署的居留所 來裝那些二千人 你們倆你們就試一下吧 好 你們就試一下 加油 不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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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晚呢 我們第一個鐘頭呢 有一些抗爭運動的補習班 有些人呢 都是初歌 有沒有些人是今年七一次 開始出來遊行的朋友 舉個手 哇 都很多 這些叫手行軸 今年第一 第一年出來遊行的 那也都 未必有個心理準備 要面對這麼多的挑戰 所以今晚呢 我們人民力量呢 李偉儀和趙直東朋友 上來呢 和我們做這個 抗爭的身心輔導 從最基本我們香港市民的人權 警權 和抗爭者的心理質素 開始慢慢和大家講解一下 好 你就是趙直東 是不是 你就是當天 弄傷個印帶那個 是不是 是 沒錯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當天的感受 和經歷給一些 未必知道這麼清楚的朋友聽 當晚其實我們呢 完全是一個和平 非暴力的抗爭行為來的 當時的衝擊 是警方突然間噴這個胡椒噴霧 違反這個 濫用這個警權 向我們作出這個施集 才引起這個混亂 在這個混亂底下 我才受傷的 所以 我也都會保留這些權力 向他們追究的 我知道呢 阿星市醫生告訴我 你受傷的時候呢 警方呢 還不肯即時合作呢 是被救護人員進來呢 將你抬去接受治療 是嗎 是啊 當時我的膝蓋移了位的時候呢 那些人扶我過去的時候呢 我跟那些警察說 我說 我受過傷 他們說 你受傷 這裡沒有人進來的 你自己走出去 去醫院吧 這樣 當時阿醫生說 沒有可能的 當時呢 警方的說法 就是說 因為我們塞住條路 所以毛笨 沒有辦法救援趙直東的 到之後呢 就終於有這個隊伍進來了 是啊 當時阿醫生就堅持 因為這個 正正就是人權 警方其實其中一個責任 就是要協助公民 去進行這個集會 遊行的權利的 所以 當市民在那個抗爭底下 受傷的話 他也都要盡他的警權 去協助這些受傷者 並不是這樣說 跟那些受傷者說 你自己走去醫院 這樣 其實呢 警察就不應該是 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像我們敵人一樣 這裏我想說一點點 今天下午 我們最後呢 四點半鐘 曾蔭權的車要走的時候呢 那我們人民力量的 有一部分的朋友呢 就想著走過去 停車場那邊出口呢 就近距離 向曾蔭權 表達我們的意見 投放我們的飛機 但是當我們去到那個馬路口的時候 警察呢 就捉成幾排的人牆 以及抓了很多鐵馬呢 就不讓我們過馬路 其實這個衝突場面呢 是警察造成的 是警察要封路 不是我們遊行示威的人要封路 沒錯 當時呢 有些的士司機都有些怨言 幸好 現在那些路人呢 開始明白事理 向那些的士司機呢 就解釋了 這個情況 不是我們要封路 不是我們要坦汶交通 是警察不讓我們過馬路 嘩 這個教育立即成功 接著有些電視台記者 訪問那些的士司機呢 那些的士司機是受了教育之後呢 是懂得怎樣去回應 我們要給點掌聲 給這幫名示利的的士司機 其實剛才下午呢 為什麼警察要這樣封路呢 我們所有的示威人士呢 都在行人路裡面的 那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針特首呢 沒有顏面見我們市民 就像過街老鼠那樣 那呢 就吩咐那些警察呢 就封了這個遮彈道 然後呢 就在職神道那邊呢 就逃命的 那就是因為這樣呢 所有的馬路呢 就封了 那就塞了一些的士啊 一些私家車 然後就想賴我們 賴我們說 我們封住一些樓下 其實我想說呢 就是每一次呢 我們有的集會呢 當中呢 你看一下你的左邊 右邊 前邊 後邊 下面 都有一些呢 可能是警察的 便衣警察呢 就混入了人堆 你又想試驗 有沒有一些臥底在這裡啊 不是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特別是告訴那些便衣警探 聽 告訴那些警察的上頭 聽的一件事 就是 你們混進來還混進來 不要真的混進來就算了 你感受一下群情啊 當你無端端封住條路的時候 群情是會洶湧的 因為你們無理封了條路 所以 人的情緒是會高漲的 是會罵你的 你只是會令到那個衝突 是加劇的而已 那所以 我在這裡奉勸一些便衣警察 今天你們感受一下 如果你再做任何的封路 你阻止了我們本來 想做一些很和平的議員的時候呢 其實是得到反效果的 好 好了 瑋儀今晚呢 我知道你們準備了一些 整個教材呢 給一些初歌也好 就算我其實都是初歌來的 我是第一次被人噴胡椒噴霧 第一次被人鎖手扣 還有拉上警署的而已 不過幸好我立刻就學到東西 立刻就可以松容就義 會笑點是不是 當然 希望下次 大家例事 大家如果遇到這些東西 只要你是問心無愧 覺得自己在做的是 合理合情的東西 就不應該有任何的懼怕 無論他怎樣向你無理先也好 大家希望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這個補習班 由Kofi 開始跟我們講解了 我們其實今次那個 所謂補習班 抗爭的補習班 會分開三方面的 是那個 心理質素方面的 心理質素呢 惠儀呢 就最多經驗了 那他一會兒呢 會和你們講一下 那另外兩方面呢 第一個就是 公欲善其事 必善利其器 就是這個裝備 在這個 我們這個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 裝備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要清楚知道 我們有 要用什麼裝備 才可以 令到我們這個抗爭 和平的抗爭 這個公民抗命的抗爭 得到最大的效果 第三方面 我們也都會 很簡單地講一下 一些公民的權利 一些警方的權利 還有 預了當我們被拘捕的時候 我們作為被拘捕的人的權利 那這三方面 讓大家可以清楚知道的 即是 心理 裝備 和示威者 和警方的權利 沒錯 OK 首先有什麼心理質素 要大家去留意呢 惠儀 其實呢 最重要呢 就是呢 我們要知道 第一 我們呢 就是和平示威者來的 那呢 無論警方呢 怎樣去抹黑我們 這個可以是職場的抹黑 也都可以是事後的抹黑 可能呢 我們會面對很大的壓力的 尤其是現在的主流傳媒呢 很喜歡呢 它不是站在雞蛋那方的 它是站在高牆那方的 對不對 那我們呢 要維持著 我們一個心理狀態就是 我們是理直氣壯的 我們為了 愛護我們的香港 我們爭取民主 那所以 我們沒錯的 那呢 我們在抗爭的期間呢 那其實呢 就要保持著 一種平和的心態 我們做的事是對的 這個第一 第二 很緊要 就是呢 守望相助 也都呢 和剛才呢 阿宇洋提到呢 就是 我們旁邊呢 可能有很多便衣在那裡 便衣其實混進來呢 你以為真是想增加我們這裏 示威集會的有數嗎 以撞你的聲勢 就是來搞事來挑釁 對不對 那當然呢 我們有很多朋友呢 都很聰明的 你還不記得 七一當晚呢 有些便衣就混進來 我們那條人民那裏 是的 就一時又說什麼捷龍 我就領了東西 蛤 我就領了東西 你領了東西 你領了東西 你說給大家知道 當時我們這條龍呢 由灣仔的修盾 開始操過來 去到中文大廈呢 我想都有二千人左右 一路沿途走的時候 那我呢 就是負責拿著個大聲工的 而我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我們所謂 別人外面說的什麼 通訊兵 通訊兵是我 那我呢 就要整天呢 就 由頭走到尾 由尾走到尾 由頭走到尾 就make sure 整條隊呢 是 連貫的 沒有被人截開的 沒有被警察截開的 好了 但我走到去 走越去龍尾 走回龍頭的時候呢 就有個白色Polo shirt 還是T shirt 還是不知 襯衫短就襯衫的 肥叔 背著黑背囊那些 小小那些 忘記了他背什麼 他不是很吸引 所以不太記得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喂 後面截龍啊 咦 不是喔 我剛剛才從後面回來 你告訴我截龍 那我走到後面看 不是吧 這條龍來的 一條很整的龍來的 接著我又回到前 又走前 又走前 原本我走的那個截龍 再走前多一點 然後又跟我說 喂 又截龍啊 又回到後面看 怪不得 搞到我們經常前前後後 又走回頭 就是放流料 放流料 是他們基本上會做的 接著 最後等我們剩下 坐在中間對開 那段馬路之後 我望上花園道 轉下來的那條天橋 你不是剛才那條仆街 嗯 嗯 好